環保署公告將擴大限制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的範圍 新增了百貨業 購物中心 還有量飯店的餐飲場所 在消費者內用的時候 不能夠提供各類材質的免洗餐具 而預估全台有三百三十家的業者 會受到影響 因應全球減速趨勢 環保署即推動塑膠吸管禁令之後 再推一次性餐具的減量措施 求者免洗餐具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 除了政府部門和學校之外 新增百貨業 購物中心 量飯店的餐飲場所 不得提供內用消費者各類材質的免洗餐具 百貨公司 購物中心跟量飯店業 它在內用的時候 也不可以使用各類的免洗餐具 包含它的空間規劃 它這相關的這個清洗的設施 它可能需要時間 所以他們可能要先跟這些業者 做一些溝通了解 才能夠確定他們的一個時事的期程 再來提報給我們 環保署表示 包含碗盤 刀叉湯匙等 各類材質的免洗餐具都包含在內 預估全台有三百三十家業者受影響 各地方政府可以依照各地情況 提報事情時間 目前以六都來看 臺北市表達意願 但也還要再召開公廳會延伸 沒有明確的上路時間 中央是提供了一個法源依據 但是我們也很期待 未來中央可以訂定一致的施行的日期 讓各個地方政府也可以一致的遵循 不論是量飯店或者是連鎖便利商店 其實內用區域是一直在擴大 也使用了非常多的一次性餐具 還有飲料杯 那我們覺得可以業者可以更積極的跟進 環保團體對於新規定表達支持 但也希望可以將連鎖便利商店納入規範 並制定明確的施行日期 同時也期待其他的餐飲業者 可以自主地將內用餐具 改為能夠重複清洗的類型 向應環保 這台英俊章之家台北報導